龙安十年 新皇李民富的登基 就倾赴两江战场 此后东营人临阵倒戈 江南大劫 至此大局已定 任凭西洋教皇 有通天彻地的门领 最终也无力为天 故云终于挂了印 三天了 他为什么还不醒 侯爷的药里 有助眠的成分 不过 大概也不全是药件 这些年亏得太多了 心神一松 就全发出来了 还有陛下身上 带着的安神伞 和安神伞也有关系 对了 我早就想问了 他好像对陈姑娘的安神伞特别敏感 稍微点上一把就睡得很沉 这药的药性温和得很 按理说 不应该有什么冲闯的 还是他 精神太差了 陛下 睡得沉 不是坏事 其实像侯爷这种 从小泡在药汤里长大的人 体质比一般人更不敏感 这一味药里 能让他沉眠不醒的 他不好意思什么呢 真是莫名其妙 能让他沉眠不醒的 不是药本身 那么 是这股味道吗 还是 带着这股味道的 我